实际上前天的时候我跟这校方的我们交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很强硬 我的强硬的态度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觉得好像是如果他给我们施展他的所谓的权威 他是阻止不了我们的 所以他从那天下午他就叫来五六个警察 现在每天给我们就在为这个抗疫的合理性和法性 给我们在交锋吧 他随时我们这有一点变化 他五六个警察就来了 对 所以就是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对他们一定我觉得得到命令 他们一起来合作来让我们宣传出去 我觉得他没有预测到我们又来了 他没有防备 对我们就今天我们继续会跟他交事 然后我们的法律团队我们也会跟他们交事 就是说我们会在各个层面跟他们展开争轨 就是说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现在就是我们上午在这个地方拍完之后 我们下午就进驻他们校园 我们穿着马甲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发长仓 然后我们拿着手持相机拍摄 这个是他阻止不了的 只要他阻止不了的东西 我们就要做对吧 对 只要我们摁住那扇伟健的女儿学校 就是他自己学习那种大夫 他就会拿手 扇伟健他想利用他的司法打手 他全世界这个追杀 爆料根本心中的来往的战友 然后让他的女儿在这个地方 做了这个黄梁美梦 出出呼呼的 这个是只要我们在 他是做不成 我们也不会允许他想做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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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